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玉古瑶背首而力仙气十足,任敏乖巧策战,眼神透露亮点。 由肖战任敏主演的电视剧玉古瑶备受关注。 这部剧从拍摄至今也有多月的时间了,这也是肖战首次主演仙侠剧。 仅仅是一张关宣徒就引发粉丝的强烈讨论,看来又是一部爆款剧啊。 近日有网友曝光玉古瑶的最新路透,从图中看肖战背首而力战立着。 侧言十分瞩目,但女主任敏以及肖战后面两位工作人员的眼神却是亮点。 似乎发现了拍摄这张路透图的带拍人员,可见剧组周围有众多带拍围观啊。 这深浅色打扮相比较白色装扮带有一点凡人气息。 但看起来也有一点生人勿扰的气氛,这几日剧组开始拍摄外景。 想必这便是剧中下凡后的戏份,另外女主任敏也是一身浅色系的装扮。 头顶还扎起了一个小马尾看起来,非常灵动可爱,感觉与人设十分贴切。 这样看起来剧组在服装化方面也是用心了,剧爆料额场对于这部剧的投资非常大。 剧组完全是很有钱的状态,所以在服装化场景特效方面应该不需要担心。 另外在这张路透中肖战身后站着的演员也引发网友关注吗? 有看过原著的网友表示李明德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应该是时影的做其重名。 剧中肖战饰演的时影性格上比较冷峻,但心系天下苍生。 对女主也是非常专一,宠爱有加,但与女主这条感情线也十分坎坷。 中间有一段女主与时影还因为其他人的原因而导致师徒大战。 但剧本似乎相比较原著改动还是蛮大的,主题核心也有了大的升华。 不知道两位主演的感情线会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这部剧虽说是一部古偶,但对于肖战来说也算是首次尝试仙侠剧。 粉丝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值还是蛮高的,感觉上质量也会很高,大家觉得呢?